Shopping當成深度旅遊 慢活慢逛 急死人 說好說他是Shopping 他大小姐給我睡到12點多起來 就說我們來這邊就是要慢活 我說來日本為什麼要慢活 來東京就上Shopping吧 那邊那種慢到要死的 我已經整個outlet逛完 他還在第一家店 我還真的碰到一個人 張秀琴 我跟我老婆整個outlet逛完 他真的還在第一間 太離奇了 今晚8點 東森綜合32頻道 今晚開戰吧